第十二屆余英時先生歷史國工作將第一項章於10分鐘後開始 第十二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第二項章於10分鐘後開始 第十二屆余英時 第十二屆余 show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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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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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張教授會為大家介紹科教授 並主持演講後的問答環節 現在有請張教授 張教授會為大家介紹科教授 學院院長陳新安教授 各位電腦前的來賓同時同學不安 我是張淑慧 今天我是感到無比的榮幸 能夠在這裡為十二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作 作為二國的主持 演講嘉賓是我的老師同時朋友科教授 我相信今天參與這個講座的朋友 很多都是跟我一樣是科教學生 他的學生習慣稱呼他做科學生 我從中大歷史本科開始已經是上科學生的課 至今認識36年的計劃 作為學生 譚老師的話可以一都講不完 不過我這裡是嘗試幾分鐘之內 講出我最有感覺的看法 作為我來講 初生是香港製造的學者 他在香港出生 聖保羅書院畢業 香港大學歷史系本科 在讀期間當個香港大學生會主席 畢業後去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繼續進修 大概1990年代初取得博士學位 並且回港工作 那個年代大學的工作很難找 他是首先去了新成立的連戰公署 丹麟政務主任 1976年左右 中大著名歷史系教授 同時是新亞書院校長全學生先生退休 在他的推薦之下 科生接班教授中國 在中大教授中國人道祭史 科生是成為 中文大學的一項 不算力合作 全城 但有些人講得出科生的思成 好的理解 科生的全城有一套很特別的看法 科生都已經經營了 在中壯的理解 東城一 thee 總 delivering 零이랑 相統一輕人 我只能用盡一切的努力將它們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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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彈性都不讓我佔領 然後收容為資訊 我只能用盡一切努力將它們拾棄 我只能用盡一切努力的努力 我只能用盡一切努力 我只能使用盡一切努力 我只能給我盡一切努力 是牛津大出版社的《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les of Society》 是關於中國環南農村社會的結構 其實很多材料正正是在中大教學期間 在新界所做的田野經驗裡 當年歐美的中國研究主流主要是強調社會控制論 社會控制論都是將強額放在右上而下又綁圈 對社會進行制度的控制 當時的統治到達二層級 對以下鄉村的社會 一路都沒有廣泛論及 科教授以統治人 仍然被統治活動者如何講述歷史 但是他已提昇了tatare 但沒有人生 incidence 金魚津大鼓掣 Ilsproof 鎮蝶蝶卓 話雀雙卓 剛才看到了民營оз 並且將這個方法稱作歷史人類學 多年來他出版了無數的專誌和論文 深受肯定 亦都是少數在香港之中 同時獲得協作研究基金和香港特別行政 卻要學科領域計劃的人民 從歷史人類學史以下探討 內容是中國不同地域的種族發展 相信會是科大位教授多年少少的總結 今天現在請我們和大家跟我一起熱烈的掌聲 陳院長 張教授 莫非在電腦之前 剛才張教授說的我受之有愧 我們讀書的人對周圍世界上的事幹都有興趣 但是讀書的時候我們不可以跳到他的文字裡 我們的內容其實是文字 說的那些東西不是那些文字 所以需要去視察他的田野 是有這樣的出發點的 余英時先生就有興趣如何 余英時先生對如學那個思想的歷史 我只可以看他的書 例如學的部分 我比較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平時生活裡面 平時很多已經過去的要求歷史資料了解 有一類和儒家的道理有些關係 我們在中國社會 很多時候就叫這件事做宗族 我們想到我們有一批不同的人 就是我們的族 我們有一批線連到我們和我們的祖先 那個就是我們的宗 我們就為了這個宗族 多方面就開始令到那個社會有改變 所以我發覺 我不可以說 就是了解到宗族的歷史的改變 就了解到中國社會的歷史 因為我相信還有很多關於社會的部分 不是包括在宗族裡面 但是我可以說 我們不了解到宗族的歷史 就不了解到中國社會的歷史 因為那個宗族是中國人的社會裡面 一個很核心的實踐概念 我也要這樣說明 研究中國的歷史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然後你要了解 每一個地方的表現可以是很不同的 所以這次要說一個 宗族理想實踐好像說到整個中國 這樣其實沒有很大的風險 但是我也有一個理由這樣做 我開始的研究就是新界的鄉村 然後在那裡就發現原來宗族是這麼重要的 接著我就要了解宗族的來源 接著是新界的那種來源 然後就去珠江三角洲 之後就要了解 珠江三角洲也不是它的來源 所以我們用來宗族的東西從哪裡來的呢 那你就要追下去 一開始這個問題就大了 因為我有時候擔心 可能這次想做那個問題 是大過能力可及的 但是我認為你不去嘗試 不去失敗一下 你就不知道失敗的理由在哪裡 所以無論如何都應該試一下 我現在的目的呢 我已經去了 但是我希望這幾年我可以寫到兩本 一本有興趣做的書 一個就是《宗族的歷史》 我現在正在做這個 如果我可以寫得到這個 有興趣的就是放下了 我因為在香港去中國做田野的研究 是太吸引了 所以我這十多年 放下了《商劫史》的寫作 我也想執拼起來 可以《商劫史》寫完一本書 那我就很安慰 但是既然我現在正在寫這個問題 我可能應該警告大家聽眾 你不要當我說這個討論 那些結論一定是真的 我是探討著 如果我繼續一步看下去的時候 發現我原來不是原本那樣想的 那我就要改那個結論 所以不要太覺得奇怪 但是某一天我的書可以出出來 那個內容跟我現在講的不一樣 我會講到宗族 在中國的傳統我們是制製 就是祖先都要有些我們給他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制製 第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製造 那是很標準答案的 你隨手翻一本族譜 那些族譜的嘴裡 很多都會告訴你為什麼我們要哪些族譜 等等等等 例如我們現在只是隨便 隨手翻一本族譜裡找出來的 那他就說 本乎天人 本乎祖 祖也許子孫所從出也 那為什麼要製造 因為我們要做到的 那製造 可以做到的事情 遲到一句 他就是敬宗主於修族 就是尊敬 我們不早先下來的那製造 所以就把那些人拉在一起 所以就讓我們親戚 有血緣關係 或者類似血緣關係 或者模仿血緣關係 我們這些人可以拉過來做一個宗族 為什麼要製造 製造 製造 因為是敬宗 敬宗就是為了要修族 那是一個說法 但如果你不是去族譜找這個資料 你去神怪故事找這個資料 你會發覺又不是這樣的說法 因為可以製造 起碼祖先要看書 如果祖先放了身就不在這製造 也沒有用 我們要假設祖先要在這製造 然後有一個鬼神的世界 然後才可以製造 所以製造不是一個儀式 而是一個宗教的一個部分 你會相信世界是怎樣的 你會送祖的儀堅治 很多類似的故事 而且已經知道很多人在抄襲 甚至會告訴你 誰人說這個故事給他聽 所以對我們寫歷史的時候 一個初步的看法是很容易的 例如有一個故事 在恆山那裡有一個人 有一個文 寫日就自然 喝醉了 醉了 掉到水裡 然後走回家裡 他發現太太一直在罵他 對著兩個兒子在罵他 這個人就說我是在這裏 但他這樣說 他的太太也聽不到他的說 他繼續在罵他 他就開始想 難道我剛才掉到水裡已經死了 他就快點出來 他就經過家裡的家屍香火位 即是他的家層的神位 他就放在祖先那些神位 他一看在那裏 他那些父祖列座其所 原來他幾個爸爸 他爺爺幾個人 真的坐在那裡 他已經死了 看到其他那些已經死了那些祖先 所以他就下拜已告 他爸爸就說不用怕 我向你求求土地 然後土地神就來了 土地神就來了 土地神就像一個龍夫那樣 我就來問一下他的情況如何 結果是土地神 他就搞不定了 他就死了 我就回家裡 所以這個故事是被我們看得到 不過神位那時候 我們的概念是 祖先坐在那裡 不過我們看不到他 還有一個故事 另外另外一個故事 另外一個故事 在葵禮州 廣山園有一個人姓母 學校就不找到生活 有一天他見到 父母四個人坐在那裡 他見到已經死了父母 和爺爺祖父 肉物和殺人一樣 嚇得他害怕 他已經死了那麼久了 怎麼會在那裡呢 那父母就說 今天情況不好 所以就看來跟你說一句 你前情尚遠可歡心 那兒子就問父母 地獄好不好 那父母就說 有罪那些才有地獄 我沒有罪 就可以再次仇生的 但是未輪到我 那兒子問他 那你是不是 你有罪就在墳墓那處呢 那你平日在哪處呢 那爸爸就說 不可以 日間我東來西去閒遊 晚上就不要說了 那所以你看 我們死了之後那個世界 死了那個魂 是周圍在我們這個世界裡 不過只是我們見不到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樣的世界觀之下 我們才要去祭祖 要祭祖呢 就需要有些制度上的工具 那最簡單的呢 就是需要祠堂 有個地方可以放那些祖先神位 需要俗土 那還有呢 因為祭祖呢 就需要有祭祖用的祭品 所以你需要有田產 令到你有收入 有那個收入呢 你就可以買那個祭品 然後就可以製造 那所以祠堂 族舖 田產 這三回事項呢 就跟我們那個中族的制度 非常密切關係的 我就不打算詳細說完那三套制度 因為呢 已經有很多非常好的書 已經講中了很多我想講的事項 其中一個 如果講到俗譜呢 我要介紹的呢 就是賀喜教授這一本書 因為呢 還有一篇文用中文的呢 就是講著歐陽修編那個俗譜 因為呢 歐陽修的俗譜是非常關鍵的 你要明白 歐陽修的俗譜呢 是個多線的俗譜 你看到這裡旁邊那個呢 有些都是這樣的樣子 你畫下來呢 它不是一條線 這個 它有些兄弟也都在這裡 這個也都有個兄弟在這裡 所以是多線的 你可以這樣想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用口頭 只是靠記憶 來記住它的俗譜呢 你記得它的俗譜呢 大概是一條線的 你很難想到很多條線的 你開始記錄下來的時候呢 那個也是一條線的 你需要想到有個辦法 然後你才可以記錄多條線的 歐陽修呢 就借了 用新唐書 用來記錄 那些宰上世家的那個辦法 原來就畫一個表 一個table 那個表呢 就是五行 然後一格一格 那用這個表呢 就可以表達多線的 那個表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如果你只是憑記憶的呢 那個線斷了就斷了 你就跳過了它 如果那些師傅畫一個表呢 哪裏空了 沒有人名的呢 你就要寫毛 不記得 你要知道那樣東西是空了 既然那個表格 但是你這樣想呢 你就可以去填那個表 那所以編修譜呢 很多時候就是在填著 這個五行的表 那你就去找一下 你那個修譜 跟那個修譜 可以合得到 可以填到一部分這些呢 我們就這樣做一個修譜出來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工具 第二個呢 就是拜祖先的時候 那個場地 這個呢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也都書裡面有講完 是常建華先生那本書呢 也都講得很清楚 我們在佳靖年間 就是十六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大的改革 就可以開始呢 使我們平民 只要我們講得到 我們有些祖先是做官的呢 我們就可以將我們那個家族 用一個家廟的形式去做我們的祠堂 家廟的形式呢 就例如這個圖 這樣的 等於有時候我們在新界看到的大的祠堂 那個祠堂三盡 有樓梯蓋上去 前面有四條柱 那個是明朝的法律 只是官員才可以有這個祠堂 村裡面有這樣的祠堂 表示你的地位是高的 所以很多人都很嚮往 可以做得到這件事 然後呢 因為我們在裡面 同時的改革 令到有時候我們可以拜 我們那個最早的祠祠 所以很長的俗譜那條線 可以在一個祠堂裡面 那個拜祭上面 儀式上製造出來 匹配合到那兩回事 我們這個叫做中俗 可以牽涉的人數可以大很多 這個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偶陽修的祠堂大概是十一世紀 這個祠堂 這個家廟式的祠堂 是十六世紀 很多時候就是由十一世紀 到十六世紀發生的 但是其中關鍵的就是那個 又是隨手一個祠堂裡面的規則 我們族堂裡面 我們那個宗族裡面 有些各處的田某 要找人來租的 這些又要管將人去管的等等等等 我們宗族之內那個田某 就是我們怎麼控制我們那個族產 我們知道控制那個族產 但是有很多 例如記帳的辦法等等 我們在另外一講已經提到 所以這次我也不打算多講 但是我們現在還未清楚的 就是這一類的制度 歷史上是怎樣演變來的 族譜的歷史呢 我相信我們大概知道 我們大概知道 我們不知道的就是族產 我們叫做祖償的財產的歷史 歸納先說了幾回事 多善的族譜就是歐陽修的族譜 北宋末的時候 南宋的時候 或者江西那裡開始批判的 祖償這個家廟是經過 明代叫做大禮爾這回事幹的影響 在廣東、江西、浙江那些地方流行的 早上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哪裡發生的呢 怎麼傳下來的呢 這個我們不清楚 有種種工具 雖然你知道不同的歷史時間 我們那個工具還在演變 但是我們就用這一類制度上的工具 去建立拜祖 楊元先生呢 江南地區明末的時候 他有幾段說到 他在鄉村裡面 在江南他們怎樣拜祖 例如他就說 這房子是祖宗所為的祖儀安居 我們的房子是祖先淨下來的 那種族就聚在這裏 那些墳墓也在這裏 子孫就守這些屋這些墳墓 那個就是我們有個印象 一個地區上面 一個鄉村上面 有一批人有共同 跟種族來源的關係 他當自己是一個種族 但是他就很古怪 他說以前 樹人祭於枕 樹人就是沒有做官那些 就是我們平常的人 以前樹人在一個枕室裡拜 不能立廟 所以剛才說的一樣 就是 過了佳政年間 這個規則就改了 變成我們都可以開始建廟 但是他說 我的鄉下 雖然現在家禮祠堂之際 貴賤通得用之 現在很多人都習慣了 跟豬子家禮可以建廟堂 有錢沒錢的人都可以建 但是我鄉下千百佳而無一 我們沒有這件事 你說他沒有錢 所以洞雨之龍 遞窄之城又未償 我們又不是因為沒有錢 我們家裡有錢的人都不去建廟堂的 多數人就只在家裡 有一個廚房那裡就叫做家堂 或者在一個正枕旁邊 就做一個中午堂 我們現在很多時候去農村環境 也都是看到 進入了屋裡 有一個部分有時候是那個堂 然後進入門口的一間房間 一走到裡面 就有一個祖先神偉那個地方 我們很多時候家裡也都看到 有人做過祖先神偉 他的意思就是 很多人在家裡做過祖先神偉 但是沒有人建過祠堂的 只是這些 即使整了這個中堂 多數都是神佛式老之公一樣 所以立一主要做家堂香火的神 有時候就寫著天地君親師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去鄉村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看到還是這樣 不是到處都有一個習慣 要建祠堂的 很多時候你進去 就是有一個神珠牌 在那個房間裡面寫著天地君親師 什麼神什麼祖先都響了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 建祠堂一定是全國都有的 這是一個江南的人 他說到他那個鄉下 他說我們都不喜歡這種東西 接下來我想說一兩個 可能複雜一點的故事 怎樣沒有祠堂的 甚至沒有那個常產的 整整一下變成有祠堂有那個常產 其中一個故事就是在湖州 一個虛視的樹 有一間吳總管池 魯敦俊先生寫了一個文章 總管就是元朝到明朝 我們在江南地方 很多土地神的名字 我們新界有時候叫做百公 有時候叫做大王 但是江南他們不是這樣叫做總管 也有個名字 在這個雙林鎮裡面 有一個元朝時代的 有一個神 基本上是一個地方土地神之類 他叫做吳總管 有一個廟 所以這一段紀錄 就在姓吳那些人的族土裡抄出來的 就說他們遲早的那個詞 就是這個吳總管的詞 他就說吳總管有個故事 以前幫過怎樣怎樣怎樣 一直到至正三年 即是一三四三年的時候 我們在我們鄉下 就整個廟 整個像在那裡 整個池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有一個廟裡面有個總管的神像 各個大家都可以拜 以前還有另外一間廟 就是拜大禹的 所以就是禹皇堂 成化的時候 總管的後人 所以你明白 總管也是地方神 總管也是祖先 所以總管也是後人的 總管那些後人 有一個就發夢 就是乳王 就是大禹寺水的大禹 就去到那裡問他 所以他就拿一些地出來 就建一間廟給大禹 那裡附近就有一條河 所以就建了個禹皇廟那個鴉 然後又有不同的後人 又捐錢又建了什麼什麼什麼 就建了一個鄉弱的地方 這個家廟他用了這個名詞 就是創建在我們二世祖的那個時候 我們很好 這個族譜 就包括了一個地圖 說他剛才說的那個機構 這個千一公就是吳總管 所以吳總管的詞就是這個廟 然後又剛好 夏王廟 夏宇那間廟 才建在他前面 到乾隆的時候 他們把那兩間廟 兩旁再建了兩個房間 在前面再加了一個前門 這個吳氏的家庭 就是這樣把一個土地廟 變成他的家廟 然後我再說清楚一點 一三幾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土地廟在那裡 然後他有一個祖先發夢 土地廟前面應該建一個羽皇廟 那個也是絕對合法的 因為拜大禹是中國歷史裡面的偉人 拜大禹不是做錯任何事 但是有了這個廟 但是就在前面建一個席門 在兩旁再建那兩間房間 我就把那兩間廟合起來 就變成如果今天我們新界 去看我們那些大的祠堂 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是很聰明的 用每一步都是合法的手續 然後把那個土地廟 變成他們的家裡 拜祖先的廟 這個是其中一個辦法 但是我們要知道一點點 關於這個家庭的 明朝初年的時候 他們是登記下去李甲的 李甲制度的道理就是 每一戶都要登記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沒有登記 但是這一家人 就抓住登記了 所以我們甚至知道 那一年他家裡那個戶 登記的名字叫做胡福七 那麼他們就有 男子就有兩個 一個是成丁的 一個是弟弟過來的 四歲的 婦女有幾多個 他有幾多田地 全部登記著 然後這個胡帖就很不複雜 所以他們有戶口的 那麼這一家人 這個有戶口的這一家人 然後就聯絡去那間廟 我們不知道 變成祖先以後 那個虛使 其他聖士的人 會不會繼續去廟裡拜 很可能他會的 神和祖先分得很清楚 是我們在香港 在廣東 在新界非常習慣的事項 在很多地方 神和祖先不是分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神就是有一批人 那個祖先 亦都是一個大的環境 裡面的人那個神 建成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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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提示 這個祖先 祖先 他們建成的祖先 建成的祖先 建成的祖先 造成祖先 besar 湘式是非常有名的李學家 朱熙 認識他 在宋朝的時候 他已經過了身 因為陽時 陽龜山等等 那個時代開始有不同的李學家 李學家喜歡支持建書院 然後在書院裏面有時也會有個祠堂來拜他們 所以那個祠堂就會有人建一個祠堂 給陽龜山 即是陽氏 不同時候一直增加了 去到1230年 有人把7、8個人 放了14個人進去那個祠堂裏面 這些全部都是李學家 周敦儀 情兒情浩等等 張環渠 其中有一個 張藍軒 就是張昔 所以張先生在宋朝的時候 已經放在祠堂上屬 我們去 張昔那個族譜 剛剛那個是個地方寺的紀錄來的 不是他家族的紀錄來的 所以我們 還有這本書是宋朝編的 所以你可以相當肯定 宋朝那時候真的有一個祠堂 就是祠堂一批李學家 但是呢 到過了宋朝 過了宋朝大家都知道 就是文天祥又要反對元朝等等 跟著文天祥又結果死從 文天祥斬頭之後 我們已經知道有一位姓張的 是把他的身體帶回去江西那裡埋葬的 這個族譜就說 帶他的身體回去姓張的 就是我們這一家人 其中就說到 有一個21世祖堂 他就是跟文天祥一起去打仗的 結果就甚至打仗 結果就死了 雖然他死了 他的家人就繼續住在 剛才那個祠堂的所在地 但日堂有一個兒子 還有一個孫 元朝就很短 所以到孫的年代 他已經去到 去到第四代 第四代已經是永樂年間 他已經在做稅務人才 他已經是幫皇帝參與收稅的了 所以他就是在地方上面 在里甲上面可以參與收稅的那一類的人 這個祠堂是怎樣的呢 上周府的知府 去到十五世紀 寫過一篇 就記錄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祠堂 這個時候 這個祠堂已經不再是拜祭 是十四個理學家 這個祠堂的拜祭 他說自從淳熙宋朝的時候 楊成齋來做知府的時候 我們已經把這個書院 已經改了做三間 叫做成南池 所以那個時候 他就說宋朝已經做了這樣 楊成齋就是楊萬里 沒錯他在這裡做過官 但是我找過楊萬里寫的文章 就沒有看過他改過這個祠堂 所以以後那些人就假托楊萬里那些事已經做了 現在就已經說有一個祠堂 專門用來拜這個張南軒先生 再過幾十年 又另外有故事出現 這個故事就說 當時南軒孫公的孫子 這個堂公盡是起家的 國破家亡 所以他就為了避地計 就已經帶著先世的木主 去淒塵之鎖 來到我們這個地方 就在一個書院那裡擺了 所以這個書院就迎他的木主 進去那個池裡面 我們要重新再思考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去到1501年的時候就說 其實就是某人在宋末的時候 帶著張式的那個神主位 來到我們這個池 但是之前的文獻 就沒有人說的一件事 每一篇以後的文獻 就將那個故事增加了 你只是知道的就是開頭 很清楚的 原本有一個祠堂 就是我們祭祀十幾個理學家 但是以後呢 一個理學家突出來了 就因為有一批自稱是他後人的人 他有一個祖先 就帶著那個神主牌 來到這裡安了下去 所以他有一個特別的理由 就跟下去這一條線 但是呢 要做到這一類的事 剛才那篇有一個人 叫做白行寫的 這個甚至是刑部尚書 那些人呢 跟他是有恩親關係的 他跟二十八世的時候 某個人呢 就是跟那個刑部尚書的那個女兒結婚的 所以這個刑部尚書 你有一位祖先呢 就跟當地某個機構已經有些關係的 那你就要有幾篇有份量的人 可以幫你寫的文章 然後就證明那個故事上面 是跟你那個家族有個關係 有了這個關係呢 那個祠堂呢 可以變成是你那個祠堂 我講了這兩個故事呢 有一個教訓在裡面 就是希望大家知道 祖先故事很多是編出來的 編出來的時候呢 是有它的理由的 但是它編出來的時候 那個理由裡面呢 一定要為我們當時大家肯接受 那一類這樣的理由 那不同年代呢 我們是接受著不同的理由 那所以我們歷史學者呢 就是根據那些不同時代 可以接受什麼理由 然後可以去重寫 那一個歷史的 那現在去到那個土地的問題 那土地的問題有一樣呢 就是我們大家都已經知道的了 就是宋朝的時候 其實呢 很多那個土地控制 我們寧願給佛子去管理的 那這個理由很簡單 因為那時候才可能 宗族基本上不是很發達 基本上我們不是很相信 那個宗族的制度 那麼佛子呢 就是打理那個亡魂的 所以佛子呢 也都處理那個香火 例如呢 我有一篇 如果大家研究一個福建的歷史的 或者宋朝的理學的呢 都知道方大宗呢 就是一個福建名的理學家 即使方大宗的家裡呢 那葡田呢 他們都是那些田地 擺在一個寧忍本音的 所以他們擺在一個佛子裡面的 如果我們慢慢看到這一篇的呢 他就是說著 每歲中元自於辭 六房子孫 如拜者數千人 香火三百年餘一天 那結果這些都是在一個 在一個陰裡面做的 甚至呢 他給了一些田 給那個佛子幫的管理呢 他仍然有一個儀妝 所以可以幫助那個家族裡面那些 窮的要讀書的 種種需要幫助的人的 都不是自己做一個方式的池塘出來做 而是放在一個佛子裡面做 這是一個很普通的事件 又是說到福建的環境 曾德修呢 就是漏了有一個 他跟某一個人在那裡討論這個問題 那個人說的理由 這個全先生呢 就是寧願把他那些田地放在佛子 那有人跟他說 你放在佛子 你不擔心嗎 他說不擔心 此舉呢 心為祖巧 第二下 觀金之人 積金錢 恐不多 佔田窄 恐不果 都是說 不將世奇正常使萬世子孫無變 現在這些人呢 開始要搞那個祖常呢 開始要搞那個祖先的財產呢 你都說 我搞那個祖先財產呢 萬世的子孫都不變 但是一全然而忽失者寡意 災傳三全然忽失者又寡意 你個個都說 我們現在呢 祖先添下來的錢呢 就是我們保管好的 等於我們現在叫做那些Family Trust 但是這個祖先生說 傳了一代 沒有不見了一半的那些很少的 再傳了兩三代 沒有多少剩的了 每個人都以為那些祖先財產 一代一代傳下去 其實沒有的 不失的呢 很少的 那所以呢 因為呢 子孫呢 不能皆然 認虛相待者 天之道也 我就寧願 歸了兩個宮 他那兩個宮就是他前面講過兩個名字 兩個佛子道遠 我寧願歸了下去 那些佛子幫我管 這兩個宮常傳 不知田亦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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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得很清楚 我放了一個佛子 總之佛子不收檔的呢 就一直那個財產都在那裡 我如果是自己去管你 傳給我們子孫的呢 兩代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人講過 這個理由就很清楚 除非我們那個制度上面有一個辦法 要不然呢 你以為可以傳落子孫的財產 其實是傳不到的 其中一個辦法 送完的時候 他們很相信的 這個老貞先生 記錄了 有一個江先生跟他說 有一個墓田 江先生呢 就是 家裡有些得地 那 他已經冒下形生月 作鵪耳奉先祖了 已經有人跟他看著了 那有一些田若江 有一個鵪裡面 父親派子孫收掌 永為子孫收測鵪耳之之 他安排了這樣 但是他跟老貞說 只為我書其是 黑之石以是後人 你給我寫下它 讓我黑落石頭 我們很相信 文字呢 給我們的子孫 還是奸人的 寫了文字那裡 不要你的子孫 怎麼想 那個紀錄石頭 不會毀壞的 那我們一袋一袋 可以把那個石頭的紀錄 傳到下去 你看到我們在宋朝那時候 我們有一個討論 就是我們用什麼新的制度 可以維持到 我們這個祖先的財產 傳到下去 究竟是應該給佛子去管 還是我們自己去管 那些子孫不聽話的 我有什麼辦法 我也過了身 如果我寫下它 那又怎麼樣呢 宋朝就是在討論這一類的問題 但是事實是複雜 複雜多很多 就是剛才說一個故事 很簡單 但是我們可以看多幾年的時候 你就看到那個情況 因為宋朝有一個制度 五代同堂 五代不分家產 那是一個隱瞞的制度 這個呢 如果你有五代不分家產 九代更加厲害 就是浦江鄭氏就說 我們九代的家產都沒有分 甚至皇帝呢 可以次過貶額給你的 承認你是特別孝順的家 所以這個說法呢 就在宋朝很多人都拿來說的 我們寫歷史要小心 很多時候是說的 不是真的這樣做的 五代不分家產是很困難的事 甚至有些是五代不分家產之前 子孫也不可以自己有私有財產的 更不可能發生的事 但是呢 我們其中有一個例 你就看到很清楚 其實我們在做什麼 不只是說著孝順 我們是說著稅收的關係 Tax management 除了稅收的關係 就是利用稅收的關係 怎麼可以更維持財產 所以這個問題呢 是翻了兩番的 我們一開始 要看一些比較麻煩的文章 這個黃宇周先生 他們就是烏園 即是非洲旁邊 現在是江西 那個武口村 他們在浙江山區的地方 浙江山區 去到非洲 江西烏園 我可以當陷阮一帶 我現在非常有興趣的那個地區 就是我懷疑 我們最早可以處理這個祖上的辦法 就是在那些地方來的 我有一個理由相信這件事 一個理由呢 就是因為那些地方原先 也都是祖先和神合在一起的 然後呢 因為經過荒立之亂 我們因為政治 要證明 我們拜那個神 不是他造反那個荒立那個神 所以我們要說 這個不是那些神來的 這個是祖先來的 祖先和神在那個地區 在宋朝那時候 你發覺他們開始分開 但是很多地方 祖先和神開始分開都有出現 在這個地區特別的呢 就是除了祖先和神分開 隔了幾十年 開始朝廷來調查 登記那個土地 登記人口 中國歷史很普遍的 登記土地不是那麼普遍的 在那個宋朝的時候 政府開始想到 其實要為了稅收 土地應該要登記 但是你要明白 登記土地是一個很大規模的工程 不是一天之內都可以登記很多地方 所以登記土地是說幾百年的制度 不是短期做得出來的 我們要在歷史上 就要認得到 在什麼時候 在哪些地方做這個登記 在這個浙江的山區 一方面我們祖先和神分開 另一方面 就是因為土地登記來著 土地登記來的時候 我們就發覺 我們處理財產不同了 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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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所以為了它我們就開始有其他考慮 這一篇 你看下去 它就是在說 我們以前 我知道很快就可以 大家看看 一個族譜裡面 它說我有一個九族的圖 那個圖不出奇 歐陽修開始介紹 用那個族譜的表格之後 我們很多叫那個表格做普圖 這個年份就早點割 因為歐陽修就是這個時候開始介紹 所以那個年份我要保留有一個文號在這裡 但是它說的內容不是說普通 它說的內容是說的 我們祖先在宋朝以來 在宋朝以來 基本上就是宋朝開始 那些祖先其實很多人 天下定了之後 就沒有仗打了 那時候就是三百多個人 三百多個人 我們這個家族 就不想分開來住 一共一起住六十五年 所以它六十五年 其實就是由開始宋朝到天聖二年 這個大概就是那六十五年 那他跟他一起住了六十五年之後 就去到什麼樣子 那皇帝就賜了個貶給他 就說他們孝有順兒之家 去到這個時候 那他就開始覺得逐大不可拒 那所以就開始要分開那個產稅 公司職成 你明白這個道理 原本就是一個單位 但是去到皇帝承認了 你已經夠孝順了 那他就覺得我們已經要分開來處理 但他特別的地方在這一篇 他就不只是說 他是一個二門 那個五代不分家產的安排 是他很清楚的數目 我們那些文獻裡面 數目說得這麼清楚 是非常少的 他說我們的稅收已經到三百四十二罐了 我們將它分成田產為十份 那些十份就分成三十三戶 所以他不是登記地 結果是說人口 他分成三十三個戶 然後分成三十三個戶之後 現在有三十五年了 所以到他寫這一篇文章的時候 這個時候 有些人又窮了 有什麼什麼了 所以他記錄了很清楚 我們在宋朝 一直以來 有六十五年 是登記一個戶口 然後去到這一年 我們將它分成三十三個戶口 這個是稅務文件來的 這個不是只說孝順不孝順 這是一個稅務的記錄 你一比較 和這個作者 遲些都會說的第二篇 你就更加明顯 看到高才的數目詞 是他的文章的核心 因為下一篇 隔了五十年左右 他又寫一篇 記錄他這個家族 九族的圖 但這一篇的內容 我就不慢慢讀了 因為這一篇的內容 我們是倚耳同居 三宋百年 一直說下去 就說到好像 我們大家一直都不分家產 所以我們吃飯都在一起的 我們每樣東西都是集合來做的 這一篇就是孝順的 但是這一篇裏面 你就看不到那些數目字 這一篇是講道德的 你暫時記得一個就是 大概在1100年的時候 有一個人在這個村裡 弄清楚稅務記錄 但是他的理由 就是因為我們最初是 那個以兒同居的 我們是同居的家庭 接著下來 這本族譜非常好 在100年左右 有一個他們的後人 又寫了一篇 又是講他那個九族 但是他這個提到 我又不詳細說 因為這是一個印象來的 他的印象就是 因為我小時候 就不在這裡住的 現在就發現 我已經不認識我家裡的人了 既然不認識我家裡的人 我就很有興趣找一本族譜 所以我就找到一些人 找到幾本的族譜 編了三數本的族譜 然後再訪問一下那些專長 之後我就可以做到一本族譜 就根據歐陽修的辦法來寫家譜 我們知道他正在用這個辦法 但是內容 你就只知道到這個時候 他們真的編了一本族譜 但是再過一百年 到這個黃鹽 黃鹽有一篇 這一篇的內容不特別 因為這一篇的內容 只是講回剛才我們講的故事 剛才的故事就是 我們自從宋朝以來 有幾多人 有幾多人 四世閑門三百二十六人 一共在這裡 變成一個重要的大聲 等等等等等等 他就講 其實原本大家都是不分的 但以後分了就有一點可惜 所以這個是講道德的 但是同一個黃鹽 又寫出一篇講稅收的 這篇講稅收的 就很特別了 誰知道他講稅收的 第一你看個題目 《祖母經解工具簿》 《經解》就是宋朝 講登記土地的名詞 登記土地就是他要找人去 道理就是量了土地 實際上就是當地的人 佈上去的 然後政府就登記了 每一個地方有幾多地 應該要交稅 《經解》之下 所以他又建了 他的鄉村這裡 有一個工具簿 有一個稅務記錄 這個是關於他的祖母 祖先墳墓的稅務記錄 所以現在就不只是講道德的問題 現在是講稅收的問題 那麼稅收的問題是怎樣呢 他先講一講他的歷史 我們這裡 住在烏縣已經很久了 我們有很多墳墓的 當時原本是五千人的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到某個時候 有些子孫又不好 又不保家 所以有些墳墓又賣了給人 甚至那些書卷契 有些我們可以找回來 現在隔幾多年 那些墳墓 有些就買回來了 我都老了 我就集了一些族人 田產文書 歷考先世墳墓地段等式某國四字 自此早石門府軍以下 開朔席而記之 據公讀告於袁大夫 所以一方面 我找回了我們那些祖先墳墓 那些契約 沒有的呢 我就文清了 然後我寫了他那個記錄 所以有這個工具簿 然後不得已 因為王劍是高官來的 他寫了信給當地那個員官 他的文集裡面有記錄了 他給他員官的那封信 所以那個內容我們都有 然後希望他幫他 他現在知道 我們的祖先墳墓有多少地 是我們的財產 我們看到這一篇 要很小心一回事 墳墓那些地 每時都有爭議 我去黃岩那個族譜裡面去看 黃岩當然說那些地是他的 如果我有全部的紀錄 可以看和他爭拗那些人的族譜 可能那些人都會說 和那塊地是別人的 爭議就是這裡 爭議的根據就是這個工具簿 那所以黃岩第一 可以找到那些地契 第二可以記錄了他 第三可以找到一個地方官 去承認他這個工具簿 那現在他就有一個全盤的證據 那些墳墓那些地是他們的家 哇 這個是很大的反應 我們從這個時候開始 我可以到處去找那些祖先墳墓 在那裡 找到我們祖先墳墓 那裡有一個墳 附近有地 登記到樂觀堡 可以遠觀承認 以後幾代都是我收租的了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發展 所以如果我們寫到歷史 把這個問題調轉來看 就不是那麼清楚 是原本有些我們祖先的地不見了 我現在找回來 現在你開始去看那個族譜 你發覺我給我一個建議給你 尤其是太平均以後篇的族譜 那些族譜裡面有多少份地 有很多是一篇一篇記錄得清清楚楚 甚至有根有據 太平均以前這個地已經是我們的 但是我們又沒有太平均以前的族譜證明 所以太平均在我的地方 已經打死了很多人 很多人已經不見了 現在有很多空曠的地 我登記了去 找到那個地契 還有那個歷史 還有這個登記的寶 那個地就變成了我的田產 所以我們要明白 這個祖上為什麼是這麼重要的 我相信他們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還有這個家族的人 但是他們已經分開不同的地方住了 剛才那個王妍是在烏原的 現在這一本是在秦安的 秦安就不是在烏原 秦安就在浙江 所以是附近 所以肯定是另外一家人 年份差很多 隔幾十年 如果你慢慢看下去 這一家的張先生 他們又是去找 早前不見了那些墳墓的土地 忽然間我們好像知道 既然水修上面需要這些紀錄 我們可以去編到那個紀錄出來 那個田土就變成我們的田土 所以另外一些人是在模仿這個辦法 但是即使在做這回事 我們沒有祠堂 剛才這一家人 他那個村裡有一個叫做校司堂 他就做一個墓碑 他很好留下了一個紀錄給我們看他的墓碑 有十代的祖先 我想華北有見過類似 即是在一個鄉村裡的池 那個小屋裡有一塊石碑 寫了祖先的名字 看下去很像那個墓碑 但是既然他在校司堂裡面 我懷疑那個墓碑不是在下面的 雖然他說墓碑基本上是一個祖先牌位的紀錄 剛剛元朝的時候 他們有一間這樣的 但是又去回我們剛才那個故事 去到佳政連間 其中他們一房 就開始可以編一個大祠堂 然後編那個大祠堂不特意 就做回我們說 那個大禮二以後 可以建築的那種家廟 他將奉始祖於其中 他將那個始祖的神位都擺在那個祠堂裡面 所以這個你看到 大概從宋末元朝 一直到1500年那個年代 我們增加了那個族的財產 我們已經編了一個族譜 然後在禮儀上 把族譜和財產拼在一起 我又在二堅志找到有一篇 他那個故事裡面 有一個內容 類似我們剛才說的過程 他這個故事就是有一個人 有一天就夢見有一個金子人 金子人說我就是你六世祖來的 我的墳墓就在京城外面某個地方 我的墳墓就有田產的 那些田產不少的 可以得到米二百元 我死了很久了 就不知道我的子孫 原來那個生活不好到這樣 那既然我的墳墓就有田產 我回來跟你說 現在就是掌墓那個人管著 如果你走去料理我的田產 你夠飯吃的 就是祖先回來告訴他 我的墳墓那裡有田產 你不如去營領那些田產 你生活不用那麼辛苦 醒了 但是這個李希良都不敢去 不敢去 第二晚祖先又發夢回來找他 李先生就說謝謝 但是我又不知道你的墳墓在哪裡 我看墳墓那些人又不認識 我又沒有契約 我怎麼去領那些地呢 祖先說你也有道理的 這些地有塊碑 看那些人扔在草那裡 你找得到那塊碑 你就可以知道了 我們相信那個文字就可以證明到 那塊地是我 所以剛才那個禮儀 還有寫了那個文件下來 登記了那個田圖在那裡 幾樣加起來 跟那個田產的控制權是密切關係的 類似這一類的文件是非常多的 我只是隨便再拿一張出來 像弘治連間 這裡有一家人 他也是烏遠的 他立了戶籍之後 就可以講清楚 哪些地是他的 等等等等 我希望 隆隆統統就有個印象 就是我們開始有那個種族的時候 一路我們都相信有祖先存在 那個不是問題 我們有不同的工具出現 那個工具一路的變化 我們就利用這些工具 建立我們跟祖先的關係 但是建立之時 有不同的環境 所以有不同的策略 有不同的渠道 我再給幾個例子 就講一講 不同建立的那個種族 那個過程 這個呢 在非洲幽靈 幽靈遠 那個文章我們可以弄得很長篇 但是呢 很多的歷史在這個地圖上面 你一看你就明白 這裡就是那個鄉村 前面呢 它叫做一個慈禎廟基 有一個太婆敦 所以他們原先拜的 不是一個男的祖先 是一個女的祖先 是一個山上面的 另外那邊呢 就是他太婆的那個墳墓 這個是一個很標準的風水 那個結構 墳墓在一邊 一個小山在另外那邊 小山就是一個祭台 中間那個位置呢 就是你可以坐去拜祭那幫人 那個地方越大 那個子孫就可以越多 所以我們看下去就明白這個風水 原先這裡拜的那個就是這個太婆 但是呢 到了元朝呢 已經 以前就住了很多代了 那有一些墓地呢 就在這個地方發展的 到了元朝的時候呢 跟周圍那些家族的人 就做了一個管理 這些祖先墳墓的那個合同 再過大概200年呢 過了我們說佳正年間那個家廟出現的時代呢 就不是這個做核心 那就是另外一個大的祠堂 像這塊樹 那你見到這個家族那個發生呢 一部分開頭是一個太婆的墳墓 整整一下有一個家族的墓地 整整一下有一個大的祠堂 我們呢 甚至有它那個整個祖墳的那些合同 祖墳的合同裡面呢 已經講到明 其中就是那些田地怎樣處理啊等等等等 那也都當然呢 有簽名的人 那在那個族譜裡面呢 我沒辦法每一個名字都找到出來 但是我就找到三四個 那你就見到呢 因為族譜找名字很艱難的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一個人會有幾個名字的 那他簽名的時候用一個名字 但是他族譜登記用另一個名字 所以很難對得上 但是我裡面找到幾個 那這些呢 可以代表著不同派別的那些子孫 也都因為呢 那個族譜裡面有了那個墳墓的那些紀錄 你就看得到 那個族譜寫得明 他們以前呢 有個舊寶的 他宋朝有個譜 然後那裡有個舊的寶 所以你就可以想得回 剛才說黃鹽那一家 武口那一家 他說我有那個田產登記的寶 這一家人多數也都有那個女的 這個就是他做出來的那個大那個墳 這個就是一個禮 第二個禮呢 剛才兩個禮都是在浙江山區那些地方的 就是我相信我們那個祖先財產開始發生的那些地方 去到江南的平地呢 其實那個發展是慢過山區很多 我其中一個禮就是 在硝山在浙江 在湘湖 因為江南很多地的開發呢 就是原先沼澤的地帶 而在沼澤地帶 當然有些就變成是一桶一桶的水 有個湖在那裡 有些湖整整一下就填了 那個湖也都用來灌溉的 所以就是種種的灌溉上的繳分 湘湖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 湘湖是人工的湖 那我不詳細說 因為前行先生有本書就是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人工的湖 因為變成那個湖就沒有了田 沒有了田地 那那些稅收怎麼搞呢 政府的辦法就是 你附近用它的水那些地方 要補回那個湖的稅收 所以很清楚誰有份可以拿到那些水 就在稅務的登記那裡反映出來的 所以你就會想到 有同樣的稅務的秘錄 會不會令到這幫人 又可以搞到控制財產 那一類這樣的制度出來呢 我們其中有一個在湖邊 你會看到這些民國時候畫出來的地圖 一個個鄉村在那裡 他們附近有一個王家秋 這個地方有他的族譜 這一家人 在洪武年間那時候已經有一個人 就開始說我們想編俗譜 那麼洪武七年就找過蘇白鴻先生 幫他寫一個嘴 有一個記錄在那裡 到了一四六九年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做了一個祠堂 但是他的祠堂不只是祠堂來的 一部分樓上就拜個元帝 就是拜個北帝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拜他的祖先 他這一家人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雖然你有登記的紀錄 其實他們不是想去登記的 因為登記了要負責交稅 他的稅收更重了 那些人的目的是想逃稅 其中有一個故事很清楚的 就是他一個祖先 寧願登記到他做過軍戶 他以為做過軍戶 交的稅比他做過文戶 所以他們就去登記到軍戶 他發現原來那個不是還好 在這個制度之下 這幫人沒有做到我們剛才說的 那種種族的制度出來 也是江南的地方 我又想給另外一個例子 江南這個智德廟在巫石 是一個很大規模的架構 在宋朝的時候已經有那個紀錄在上面 然後這個紀錄就說 原來那間廟 那間廟拜的是吳太白 吳太白就是周朝的後人 然後為了他不要做皇帝 他寧願跑去江南 那在江南就有個廟拜祭他 歷代都有人拜祭 所以說下去 漢朝有拜祭 到吳越的時候有拜祭 以後甚至這篇文章說給我們聽的 你拜祭他的時候 就是因為現在天旱 或者下雨太多 你都請吳太白去幫你求情 讓你那個可以豐收 但是因為皇帝他支持吳太白的拜祭 所以歷代去到明朝的時候 都有一個子孫是負責拜祭的 由成化年間開始 九十七歲這個孫就是鳳子 然後九十八世有一個鳳子等等等等 不同的時候他定出有一個子孫 純粹這個是有一個單線的傳承 我就沒有辦法放到那個資料到這裡 因為你一開始去江南姓吳的族譜 你就會發覺不但他有很多 而且他很大 因為其實有很多不同江南地方姓吳的 都認是吳太白的子孫 他每個地方很多可能會有一個小的祠堂 很多甚至或者沒有 也都可能他認他是子孫 只是一個族譜上面的寫法 但是吳太白的廟 有皇帝的資助一直在發展著 到那個時候甚至那個廟 就建了去衛山 這個就是吳太白廟 在衛山那裡建出來 我多謝吳兔先生 你有一次給我一個機會去到衛山 衛山現在是一些旅遊地點 衛山出名的就是池塘 衛山有幾十個大祠堂 以前衛山當時在展覽裡面 看到這樣的照片 其中一個大的祠堂 就是姓華這一家人 我們歷史是有一個博士生的論文 就是講這一家 一個話口之詞 久情是衛山最早的其中之一 那個大的祠堂 到了衛山你就明白 例如姓吳的家族 他們建的那個祠堂 不是建在一個村裡 他們去到大概十八世紀的時候 他們建的那個祠堂 是建去衛山的 跟我們在新界不同 我們在新界那個祠堂 就建在自己的村裡 這裡的習俗 就像剛才我們一開始讀那個人說 我們這裡不流行有祠堂的 不等於他沒有家族 因為一個大的祠堂 不是建在那些樹 是建在很遠的 最近趙世余先生 就有興趣江南那個水上的人 然後就拜這個流王這個習慣 一到流王會的時候 不同地方的水上人 會去有幾個中心 例如上方山 上方山也都有個五顯廟 那裡邊拜的那幾個神 就是姓顧的 如果我們要回江南姓顧的族堂 又是很多很大本的 因為其中一個祖先 就是上方山 他們不是在家裡自己有個祠堂 他們很大規模 然後去一個特別的地方 去這個拜祭 去到這個問題 我就想提一提 賓魯敦俊先生 就說過有一個 一句話說 江南是沒有中族的 比較詳細的就是他另外的篇文 有一次他開會的時候 說過開會的記錄被人寫下來 他又說得很清楚 他說我要解決兩個問題 一個是江南有沒有中族 其次為什麼江南沒有中族 他再說不定江南沒有中族 他說過很多中國歷史的朋友在座 當然他們都很尊敬賓魯先生的學問 但是范金文先生都說 他今天報告說江南沒有中族 他因為見過那些地方 他走的江南的中族很少 我想賓魯先生走的地方不夠全面 江南中族其實不少 例如中族不是很多地方 我家鄉下有無石衛山一條街 就有47個祠堂 一條街有47個祠堂 你還說無石祠堂少 我相信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剛才提到衛山 范金文先生有范金文先生的道理 賓魯先生有賓魯先生的道理 我覺得他們兩個都是對的 但是可能我們的答案就是 我們說的那個中族 是不同樣的模式 我們有不同的工具 不同的工具去說那個中族 有祠堂 有俗譜 有祠堂 有祠堂 它的配搭不是一樣的 有些地方 是某種祠堂 配搭著某種族譜 有些地方 有祠堂加上放在其他幾回事 所以你要去到不同的地方 你會發覺 祖先一直都在 祖先等於我們宗教的世界觀裏面一部份 但是怎樣用這些工具呢 就令到人和祖先的關係顯示不同 我這樣說的時候 我很清楚就是 我一直是被這兩個學者很大影響的 一個就是 Friedman 一個就是 Barbara Ward 因為最先令我們知道 我們說到新界那類的宗族 其實是族譜 祠堂 祖常 就是 Friedman 的論點 但是Ward 的論點就是 你要小心 每一個這樣的制度出來 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源流 我們跟不跟得到這個源流 他叫它做一個模型 某個地方形成了一個模型 他正在用這個模型 用到另一個地方 賓老先生那篇文章裡面 其中提到一個 他說到 去到明朝宣德年間 當地那個地方官叫做中放 他就說 中放當時 現在不可以詳細說 他在那個中族的發展 應該很大的 但是他就說 這些是江西的人 他不會知道江南的情況 那麼他去到江南的時候 怎麼可以影響到他呢 其實剛剛就是這回事 他們是用一個江西的模式 然後搬去江南 我最後就想提一提 因為每次做完一個報告 都會有人問 那華北又怎麼樣 我只是想拿回南宋的地圖出來 既然那個稅收填土登記的制度 是影響我們那個祖上的制度的重要部分 那個稅收填土登記的制度 就是南宋的制度 所以你只知道這個地區沒有那個影響 那個地區沒有那個影響 西南是另外一套發展的道理 華北是另外一套發展的道理 那個模式從這些地方出來 然後不同時候借用到那些這樣的地方 好 龍龍董董 我報告了一下 我現在做一個研究 多謝大家 非常感謝 再次感謝科教授為大家帶來精彩了演講 現在有請劉教授主持問答環節 觀眾如有提問 請於webinar介面按Q&A 提格問題 劉教授將會作為讀出 非常感激科大維教授的精彩演講 我們趁這個等待的朋友提問 首先想問一個問題 我們中國好像一直都有一個寫無自明的傳統 那個有沒有能夠保理這個宗族的故事裡面呢? 他不只是無自明 還有人過世的時候 很多時候無自明就賣了下去就沒有了 但是你還有那個人的傳記 我們有很多這一類的文章 很多方面那個無自明和傳記 是給我們關於那個宗族歷史的很多資料 有時候是個族譜的資料 有時候如果你可以根據那個無自明的內容 拼到不同的無自明 你就可以建構得到某一個時段 那個家族裡面有些人在做什麼的 那這一方面對我們很有用 但是這個無自明本身的演變的格式 會不會反映到那個宗族呢? 那個我就未碰得到 有位朋友問他就說 請問科教授 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土地改革 土地的集體化和改革開放的家庭承包後 宗族發生什麼變化呢? 土地制度的變化對宗族有什麼影響? 我相信他主要是問解放後國內有個宗族 有沒有一個延續或者一個短裂呢? 那就是看你說話的時候 如果你說50年代 根本上沒有土地產權的時候 那當然早上也沒有了 那既然早上也沒有了 你就做不到大規模的祖先那個白帝 當然這個部分有影響 但是同時呢 也都發生著其他的事情 反對迷信等等等等 所以那個禮儀上都有那個變化 但是我相信呢 你擺放長時間一點點 那重要的一回事不是土改 重要的一回事是公司法 就是我們早幾天要做一個報告 因為沒有公司法的年代 那個集體控產那個辦法 就是靠成立那個宗族 但是沒有公司法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用一個宗族來做這個控產 所以今天呢 很多人他會有那個親戚 有那個宗族的關係 但是他登記那個機構不是宗族 是那個公司 那個公司之下呢 那個產權分配 跟宗族是不同的 所以宗族不是不見了 宗族繼續維持著 它有一個禮儀的作用 例如朱光山去福建 你都見得到 但是呢 他不再做那個碰產 那個最基本的工作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看得到那個 你興新界做了幾十年的 幾十年前已經去看那個儀式的轉變 如果你最近再看回新界 或者是朱光山河洲 有沒有看得到其實都有一個改變 那種族的社會 我相信到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年代 跟歷史上 文獻裡面看到那個年代 分別很遠 你要明白 以前一個 這個熊村的集體 不只是一個維繫一團人的辦法 亦都是一個排除你嫌棄的人的辦法 所有全部集合的組織 亦都是排外的組織 所以 你以前那個鄉村的世界 是沒有你現在一個鄉村的世界那麼開放的 有一位就是Anthony Mill 他請問 就是早上和正常有沒有分別呢 還有那一回事 還有那一回事 浙江福建地區南宋以來出現嚴重的地客人籌的狀況 出現一些家族遷移和流動的情況 請問這個家族遷移之後 進行重建過程有什麼特點呢 有什麼思考的問題呢 似乎那些朋友相信一些大移民的出現 移民是歷史上一直有發生的事 我懷疑這個問題可否變化一點點 奇怪的不是這些地方有移民 也不是因為地責人籌 有些地方 住了之後 它的建築物 它的生活環境 是可以保留到好幾百年 不是所有地方都是這樣 在福建、珠江三角洲 但你去到華北也都有這樣的地方 但不是所有地方都是這樣 所以這個部分 和你那個地方形成是有關係的 例如你什麼時候那個地方 是成了農田 你裡面有沒有大的生活上的改變 你要了解到那個地方的歷史 就開始要對那個歷史的地理 要有些都要了解 但是在任何這些地方也都有移民 不是有這些比較穩定 不過對著的環境的地方 就不見到移民 這一個挺好的問題 例如Benjamin Lee 他說 中族和科舉制度有沒有密切的關係 就是 感情有一種密切的關係 但就不是所有中族都有這個關係 科舉是一直到19世紀 所以很多人在享旺的一個事件 還有因為科舉的檔額 的分配 你要這樣想 每三年就考一屆的時候 明初 元朝的時候沒有什麼辦科舉 所以明初沒有什麼人有科舉功名 去到明中期以後 科舉功名就一直在增加 去到清活的時候 科舉功名更多 所以明初有一個科舉功名的價值 所以你要比較一下這回事 中族是在模仿這一回事 不一定是考到科舉 而是問題出現在什麼是農民 我們經常以為農民就是當自己是農民的人 你去到很多鄉村不是這樣 那個沒有讀過書的 不懂字的 平日去耕田那個人跟你說 你看我的祠堂 我的祠堂就是因為我祖先有功名 我才可以有這個地位 所以這個人跟你說 我不是一個農民 我是一個有功名的人那個子孫 所以那個功名的制度和宗族的配合 不是那個個人的一層 是在你那個地方 那個祠堂那個表現 我們是借著那個祠堂的光榮 你說著我們的地位 這個應該是韓家來的 雲南大學 他說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歐陽修族譜的理念和珠希 朱智嘉里有什麼內在的聯繫呢? 第二就是華德英教授對意識無形的理論的引生 對我們展開宗族的地方宗教 有什麼具體的啟發呢? 第一個就是歐陽修族譜和珠希的關係 我相信其實沒有什麼 歐陽修譜和珠希的關係 他不是在改變那個宗族 他是在用一個他在歷史裏面 一個表格的辦法 擺在他父母的墳墓的悲劇上 然後馬上他附近的人 他就是在抄這個辦法來編修譜 所以那個和珠希的論點是兩回事 因為一開始有這個修譜 我們就開始可以編修 平時你看到很大本 他當時也有人會注意到 原本我們沒有那麼大本的 然後一開始這個辦法出來 人人家裡也有一本大本的修譜 我們寫得到這一回事 朱希教我們那個朱子嘉禮 主要是拜祭四代的祖先 不是要追到那麼遠的祖先 第二 華德英對我們有什麼啟發? 對我非常大的啟發 我不知道對其他人有什麼大的啟發 因為他那個理論裡面 我們要明白 我們很多時候習慣了以為 中國的傳統全部都是很古老的 是周朝一直下來的 讓你明白 即使有這類的概念 你擺到它做事實的時候 一方面你需要有一個制度的法律 第二方面你需要有當事的人 怎樣去表達 怎樣去代表 他那個認同的感覺 華德英的理論就是講得到 這類的模式為什麼會傳播呢? 他傳播的理由就是因為 我們大家都認了 以為這個男子裡面 你做的那些辦法 就是代表著我們中國 還是中國文化 還是政府接受的某一種大的傳統 我們大家都去那個男子裡面 去拿這些辦法出來做 來證明 我是那個大的傳統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注意著 這個男子裡面 是擺著什麼制度在那裡 然後裡面 在哪些地方 是拿著哪些出來用 這樣去瞭解中國的發展 有幾位朋友 都是在問一個做訪談 口術歷史的一些技巧 譬如我們一次過回應他 譬如他說 有些的口術歷史就是 你怎樣去處理呢? 我們明知道有些東西 你都說過一些村民說的東西 有時候是真 有時候不是真 有時候他記錄了一個下來了的地方 文史的專家 記錄了一些故事出來 你都不知道真和假 我們怎樣處理 和怎樣去發問這個問題 這樣 我有點懷疑 你太 小錢在 那個 去訪問的時候 他告訴你 那句說話是不是歷史 不重要 是他怎樣說那句說話是最重要 很多時候是他講的時候令到我覺得出奇 為什麼 為什麼我有這個問題 他會用這樣的辦法去回答我 因為有這個出奇的地方 我就知道我對這個人的概念裡有些錯誤 所以我懂得去想一下 其實他想說給我聽的是什麼 我聽到的是什麼 永遠之間 每次都有一個距離 我覺得去訪問 一方面可以當作一個學習 一方面可以當作一個學習 一方面可以當作一個語言 我們不明白 對方在用這些字的時候 他在代表著他有什麼感受 那你真的要 肯放下你自己的觀點 你肯接受 很多時候你的觀察是錯誤的 那你才能看到對方在說什麼 有一個學生叫做阿晴 他說自家的社會發生的巨變 很多紀錄都沒有留下 那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這些事情 怎樣去 我猜歷史學者要接受的就是 以前的人沒有留下給我們的資料 我們可能永遠都找不到 我們不可以去實驗室再做實驗 我們是靠以前遺留下來的資料 但是你說 資料是怎樣的呢 我經驗裡面 很多時候你還未去所謂找資料的時候 你不是為了找資料 找資料 你是由某一種問題某一種觀點出發 你如果猜中的話 你看到很多資料 很多時候你發現 你找不到對你有關係的資料的時候 就是因為你猜錯了 那個程序是怎樣的 所以我相信 所有去找資料的人 一方面有興趣找資料 但第二方面是有興趣了解自己 我對所有研究生都說這回事 你如果寫完那個國事論文 你沒有改變到 你會浪費了你的時間 你一段的功夫 你以為是你在研究你身為的事項 但其實另一半是在了解自己 你自己怎樣去問問題 有一位叫阿浪 朋友 他有興趣知道水上人的故事 就是水上人上了一個案子之後 有一些合作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 就組了一些合作社 那究竟這些合作社 算不算某種種種種族的組織 合作社 合作社可以有一個範圍很大 不是一個性 可以有很多家人 怎樣都可以 水上人的中族是一個很特別的事項 不等於水上人沒有中族的概念 我和賀喜教授我們編了一本書 所以說水上人的那裡 那裡有些文章已經說了 很大部分是在禮儀上他們做出來的 所以他們仍然可以做到一個 類似中族的儀式出來 但是他們那個內容 和陸上那個中族的內容是很不同的 例如 你習慣了有文字的族譜的人 你那個是多線的族譜 我們見過的 有些水上人做了一個中族的禮儀的時候 他不是固定了哪一個祖先 是哪一個子孫 是一層的祖先 又一層的子孫 中間是可以調剔的 所以這個是未見到的時候 我們沒有想像得到的 有一位朋友 他是希望可以用普通話回覆的 他的問題是這樣的 他說在《紅樓夢》裡有一段是這樣的寫 他說趁今天富貴 將祖墳附近的 智田、裝房、射地、廟 多買一些祖墳附近的一些田地 用來就是以被制裁公給之費 出自該處 電視有罪 凡物都可以入官 但是這些制裁產業 連官都不需要入 他想知道如何看待王權法律 與終族財產的關係 楚衆話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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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王權有王權 宗教有宗教 王權有王帝的法律 在我們的宗教理論上面 我們有另外的一套道德 我們有另外一套厲害的關係在裡面 所以有時候完全管不到的 我可以跑到廟裡面去處理 但是你講到那個財產 就是剛才你那個故事 是不是那個財產已經放到那個祖先下面 那個王帝就可以不理了 這個我不太相信 所以 拜祖先這一回事 是王權已經承認的 因為拜祖先需要財產 這一個是住室家裡 住室家裡裡面寫得很清楚的 所以我根據拜祖先 跟拜祖先需要的財產來建立 我可以控制的財產 就是王權下面可以容許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常常說 祖先的作用 就等於那個十七世紀 十八世紀的時候 歐洲那個Mandville Mandville認為我們從西人出發點 可以搞到公眾的利益 主要是讓你通過祖先通知的財產 成立在這個世界上的那個道理 也是對我們整個道德的標準 有那個有利的貢獻 一位是仇虧 可能應該是中山大學 他說丁河生老師 在2010年民族研究裡面 提出了一個觀點 他說如果我們處理地方 歷史研究 如果我們用單一個標準 或者類似的問題意識 會不會比較受到限制呢 這個思維方面 因為每個地方不同的思維 很多話會合 他沒有說 我想他講這種話 很多話可以 我覺得用單一個思維 去了解任何問題 都有很多限制 我們做任何研究的時候 你都是希望可以用多方面去看一個問題 那個理由很簡單 你多了那個比較 如果我錯了 我比較容易看得到我錯了 我們做研究的人知道 很容易是下錯一個結論 所以我們做任何結論的時候 很希望 如果我可以知道的話 我想知道我怎樣錯 你一定要可以從不同的觀點 去看那個問題 你才看到你自己錯 嗯 這位朋友去問 用了佛指 送完事件 用佛指 來達到財產順利傳承的目的 大概是個過程是怎樣的呢 資料不多 但是呢 可以有好幾段 有些財產給了一個佛指 然後呢 你就隔了幾代都不知道 然後忽然間發覺 原來那個祖先有財產 一個佛指 他又可以拿回來 我相信中間是有個過程 又要去回中國這麼大 我只可以那一兩個地點 我碰過的經驗 在那個浙江的山區 因為我們要把那個祖先 和地方神分開的時候 尤其是那時候 我們把財產放進去的佛指 但是接下來呢 到皇帝開始做了一個土地登記 土地登記的時候呢 再去回祖先的制度之下 所以馬上再過來 一去到圓末名初 你就見到很多 和佛指打官司 說佛指拿了那些地 現在我想要增回來 那一類的過程 問題因為很多 我綜合兩個問題 都是類似的 都是從華南的宗族開始去理解 那麼華南和華中 接著去到華北 有沒有一個明顯的分歧呢 我都不是華南 華中 華北 我猜你是說南宋的邊境 和金朝 我的問題就是 在什麼時候 哪個地方做著那個土地登記 所以有一部分是南宋 沒有錯是北宋活連開始 但是實際上那個運作是在南宋的時候 而所做到的地方非常少 還有一些開始做的時候 南宋已經忘了了 所以有哪些地方在做這回事 但是再過來的就是里甲上面那個戶口的登記 但是那個戶口登記就是另外一個作用 不是登記引土地 所以到周審 所以到周審 在孫德年間 剛剛那個政制 在土地的稅收開始改變的時候 那個作用這麼大 他們開始去做那個下一個登記的時候 在江南那個影響就很大 所以我猜我需要 我希望有一天 我們現在還沒有這件事 就不只是歷史學者在說 但是張居正上田 就好像以為全中國都上了 我希望有一天 我們可以知道到 中國哪一個地方 哪一個時期在做島地登記 然後你把這回事的配合下去 跟中國的發展 這位朋友叫王剛 他就拜讀了你和賀喜老師的 《水上人的歷史人類學》 研究的本書 他就說他在珠海那邊 和茂名那邊 都有一些自稱水上的現象 但是發現他們的宗族結構 又不是傳統宗族 我們也是這樣說 因為我們就是在茂名那一邊 就碰到那些已經上了岸 然後他們就在做類似宗族的活動 但是跟我們見到 例如在新界陸上的宗族 是很不同的事件 這也是關於水上人的 卡申松 他說 看了一些研究 不同地方水上人都是宗族的觀念 例如高州的朝會 為什麼他們會出現不同的禮儀呢 為什麼他們和陸上的禮儀 拉近之前 為什麼他們有沒有一些 本身有沒有一些製造的過言 或者行為 我覺得他們本身有的 但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看到的時候 是他們在陸上做這個活動 如果你用回我們 剛才說的那套道理來解釋 因為水上人看到陸上的活動 也是片面的 所以他做的 是他以為陸上人在做什麼 我們的觀察者 又見過陸上人做什麼 又見過水上人怎麼做這一回事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分歧 但是因為他 只是從他的觀察 從他的觀察點來考慮 為什麼做陸上人這一回事 他不是很模仿 他是在做他以為是正統的一套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回答了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基督教的禮儀之爭 基督教傳入所引著禮儀之爭 除了信仰之外 有沒有跟財產和稅收的方面有關 我就不知道有 我未聽過過 因為基督教也沒有反對交稅 最後一個問題 從中族研究的角度出發 我們怎麼回答何謂中國 或者中國是什麼國家的大問題 我回答不到你們這個大問題 但是我想回答裡面其中一個問題 我認為中國其中一個非常偉大的發明 就是祖先神主牌位 為什麼呢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只有一身體 那個人死了 埋葬了 如果你是根據中法制度 長子的孫 就可以看住那個墳墓 但是呢 如果你可以用神主牌位去代替呢 你就不是綁住在那個墳墓那裡 你就可以很靈略地離開了那個地點 再寫到那個神主牌位 你也可以連到去同一個祖先 所以一開始用到神主牌位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個辦法 就將我們連到去一個中國傳統裡面 那個主要的那條線下面的祖先 所以就是有到這個神主牌位的思路 令到我們大家可以做到中國人 我想給多一個問題 因為這位是一位中學生 他說清明節看到 現在疫情環境之下 很多人都已經線上網上去製造 那算不算是那個中族概念 觀念的弱化了呢 誰去選呢 我只是個歷史學者 所以我只是觀察到 我有興趣的那些人 在做什麼東西 令到自己和祖先有什麼關係 那現在呢 他是通過上網來做的 我的責任就是 記錄到這件事 然後試圖去了解他 不到我去說這個是中族 還是不是中族 我相信時間都差不多 我們太多問題了 有很多呢 我認得我的名字是我們都學生 以前都是畢業生 是你的學生 多謝 我們今天呢 就是非常感激 波大衛教授的精彩演講 也都是感激 新下書院 和崇基學院聯合的主辦 這個很難得 每年都有一次的一個學術講座 那我們再次感激 再次感謝科教授和張教授 本年度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 再次結束 感謝各位來臨聽說 大家也可以掃描螢幕上的QR Code 填寫問卷 歡迎給予寶貴意見 為什麼 我們是為了 非常 syn verste 好 再次 來 y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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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